知觉是我们人脑对刺激物体的整体的观察、感受、整合、加工和解释。 感觉和知觉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般来讲,感觉是对事物个别属性的直接反应,是比较客观的。 而知觉是对事物的整体属性的间接反应,是比较主观的。 感觉和知觉的关系,心理学家有过很多的辩论, 我们形成两种加工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两种知觉的加工方式。 一种是从下而上的加工,一种是从上而下的加工。 自下而上的加工,自下而上的加工是指对刺激的分析,始于感觉受体, 然后再上升至大脑和心理的层次。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非常广泛的一种加工模式。 自上至下的加工,自上至下的加工,往往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和预期, 先从较高水平的心理过程来完成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进而形成感官认识。 知觉相对于感觉,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属性,第一,就是它的整体性。 知觉整体性,知觉整体性是指在知觉过程中, 人们不是孤立地反映刺激物的个别特性和属性, 而是多个个别属性的有机综合,反映事物的整体和关系。 下面我们请大家看一张图。 那么你对这个图的认识,就不是一个局部的分割式的认识, 而是一个整体式的认识。 这个认识,我们心理学家叫做格式塔。 格式塔。 格式塔是德文Gastor的音译, 主要指顽形,极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 他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 反对当时流行的构造主义元素学说和行为主义刺激, 反映公式,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意识不等于感觉元素的集合, 行为不等于反射活的循环。 格式塔的心理学认为, 我们对感觉信息的加工和组织, 征询四个原则, 一个叫做接近力, 也就是相接近的东西, 我们把它容易形成为一个整体。 接近率。 接近率是人们对知觉场中课题的知觉, 是根据它们各部分彼此接近或临近的程度而组合在一起的。 各部分越是接近, 组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二个呢, 是叫做相视力, 就相视的东西, 我们容易把它认识成为一个整体。 相视率。 人们在知觉时, 对刺激要素相似的项目, 只要不被接近因素干扰, 会倾向于把它们联合在一起。 第三个叫连续力, 就是连续的各个个体, 我们容易把它知觉为一个整体。 连续力。 连续力是在知觉过程中, 人们往往倾向于, 使知觉对象的直线继续成为直线, 使曲线继续成为曲线。 还有的就是相关率, 也就是相关系的一些东西, 我们容易把它知觉为一个整体。 相关率。 相关率指的是将图形看出一个格式塔, 而不是部分。 1969年, 心理学家Robert Yin发现, 人类的整体的知觉, 还有一个位置的效应。 也就是说, 在正面看的加工的刺激, 我们加工得比较快, 比较准确。 倒置过来以后, 这个刺激, 我们就加工得非常的慢, 而且非常的不准确。 最有名的就是面孔的倒置效应, 把我们一个熟悉的面孔倒过来, 我们就看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貌。 面孔倒置效应最早由罗伯特因, Robert K. Yin, 在1969年发现并提出, 当刺激材料波180度旋转导致后, 相比正立刺激, 人们对导致刺激的加工能力有所下降。 当刺激材料是面孔时, 人们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与其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 称为撒切尔效应。 当撒切尔夫人的脸被导致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认出她的脸, 但是对于加工它导致面孔正立的眼睛和嘴, 却较为困难, 这说明我们在对面孔加工时, 采取的是快速的整体加工。 知觉的第二个特性是选择性, 我们不可能对周围所有的刺激进行知觉, 我们只能有选择的知觉部分的信息, 那么被选择的这部分信息, 我们就要叫做知觉的对象, 那些没有被选择的就叫做知觉的背景。 知觉选择性 知觉选择性是指个体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兴趣, 有目的地把某些刺激信息, 或刺激的某些方面作为知觉对象, 而把其他事物作为背景进行组织加工的过程。 一般来讲, 知觉的对象是鲜明的、具体的、可记忆的, 而知觉的背景经常是被我们忽略的、不鲜明的。 就像老师讲课的时候, 老师讲的话就可能是大家知觉的对象, 老师身后的背景那么就是知觉的背景, 你可能记得我说的话, 你不一定记得我周围的这些背景的一些变化。 但是知觉的对象和背景也不是截然不变的, 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们知觉的对象和背景其实可以进行互换, 我们关注什么东西它就成为了对象, 不关注的就成为了一种背景。 比如说著名的两可图, 你就可以看见两个不同的事物, 而这种现象的形成就是因为我们不时的变换, 我们关注的对象和不关注的背景。 除了选择性和整体性以外, 知觉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叫做理解性, 就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是加以理解、分析、判断, 有的时候还要加入自己主观的体验, 主观的经验和主观的期望。 知觉理解性 知觉理解性就是人在知觉事物的过程中, 不是被动地把知觉对象的特点记录下来, 而是以过去的知识经验为依据。 地球对知觉对象做出某种解释, 使它具有一定的意义。 下面就请大家看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试验。 在下面的视频中, 你会看见一个鱼缸的图形。 你看一分钟, 看看你能记住什么样的东西。 你能告诉我刚才的鱼缸中都有哪些事物? 你是看见了鱼缸还是看见了鱼? 你看见了蜗牛没有? 你看见了水草没有? 你看见了气泡没有? 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和Masuda, 他就发现日本人、中国人往往容易关注鱼缸的背景, 而美国人容易关注鱼缸的视觉的对象。 他关注的对象就是前面三条大鱼, 而亚洲人更加关注大鱼后面的背景的事物。 除了鱼缸以外, 我们看街景其实也有知觉的理解性的差异的存在。 因为不同经历的人,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关注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大家看一看日本的接近, 再看一看美国的接近, 这两个接近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之下, 那么你对周围世界接近的注意和理解, 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心理学实验, 这有两张照片, 表现的是机场的情景。 你觉得这两张照片造的是同一个机场, 还是两个不同的机场? 由于我们的理解不一样, 我们对机场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关注背景, 我们就很容易意识到这两个照片, 其实造的是两个不同的机场。 但是如果我们只关注对象, 我们就不可能意识到这两张照片, 其实造的是两个不同的机场。 这种知觉的文化差异, 其实反映在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表现上, 艺术反映的就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表述。 心理学研究发现, 我们人类的艺术表达方式, 受到了我们知觉理解方式差异的影响。